这个酒店叫那里 状语里面 那是稻田的意思 就是稻田里面的酒店 你看这周边都是稻田 所以接下来 质量怎么样 介绍我们考察团和陈导团 考察 好 考察团 请进房间 真的 真的是田野 这个是我们到二季到这两天 是刚刚开始收 刚刚开始插秧这样子 就这两天刚插 所以每个季节来这里住 都是感受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是一般的 这个稻田生药的 都景观的 不论用来做生产的 不好意思 打个东西一下 这个环境非常好 那么我们现在 能不能来测试一下 我们整个房间里面的 一些卫生情况 可以 请 你的手套干净吗 还挺干净的 多干净 卫生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 好像小小的问题 不知道当假不当假 可以 就是这个 不用摸 我们发现了一个 标准的整理是这样的 那这个是不是应该 稍微 看你这个格栏 线系都很大 所以说他如果 带小朋友来的 有可能小朋友 会站出去 所以说你这应该 立个警示牌一类的 是的 告知家长 一定要注意看好 你的小朋友 或者做一个玻璃 做一个玻璃隔断 其实考察团 在提出一些问题 或者看到一些不足的时候 那我肯定 尽力地 要帮他们解释的 因为我真的希望 考察团能够 通过这家酒店的考察 我真的希望 它能纳入到我整个的 自由型的精品 陷入里面去 我希望这个酒店的 比陆织率越来越高 能够给当地老百姓 能够带来富裕 对吧 通过这些就业 能给他疫情后 这方面 恢复得更快